不過再回到剛剛前面的一個主題 因為前面的兩位來賓都說 這個機率最高 就是吃羊肉泡膜 就是會重回談判桌 講到羊肉泡膜 因為再提一次 這是習近平主席最愛的羊肉料理之一 請教幸福哥 你知道羊肉泡膜我們剛剛講 它是有一個在傘西那邊吃 有一個和諧的氣氛 因為是要邊動手邊吃 大家可以聊聊天 所以氣氛會好 那羊肉泡膜裡面 當然一定要有膜 要有羊肉 我們來查一下 有木耳 有辣椒醬 香菜 還有一些高湯等等 現在到底 川普端出的這道菜裡面 也就是說 如果要重回談判桌上的話 他要怎麼做讓步 對於華為來講 難道是安卓系統 沒問題 明天開始 就讓你這個華為可以用 還是說手機晶片 明天開始我們全部賣給你 還是之前這個五眼聯盟 現在也不要再針對華為了 甚至之前提到這個貿易黑名單要取消 你覺得哪一個可能性比較高 而且這會影響到非常多的族群 怎麼看 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說 我們當分析師的 大可以有分析指導 我們研究了半天 看線型找籌碼 然後研究基本面 川普一個推特 哇 這個股市 這個印證一句話 千線萬線不如一條電話線 一個電話線就讓全球股市大漲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當然今天很多電子股 特別是華為相關的概念股 今天突然有一個稍稍喘息的機會 你剛剛講非5G的產品 可能有機會比較放鬆一點點 對 沒錯 那這個是今天報紙上整理出來的 就是華為相關的這個 不管是概念股或是供應鏈 那我們先從它上面這一檔 今天其實漲幅蠻大 比如說像金測 我們看一下金測的K線 6510 你看其實我們再把時間拉長一點 你看其實它這一波也跌蠻深的 從5、600塊跌下來的 最低跌到360 然後今天這樣的新聞出來 底部放量 拉出了一根帶量的長紅K棒 這是第一個 這是也算跌很深的概念股 那另外呢 我們這邊也幫大家看 這一次當然 台股的重中之重就是台積電 那上禮 應該講禮拜一 這邊有一個小的跳空缺口 主要那一天是什麼 上禮拜五 廢半大跌 然後台積電的ADR跌了4%多 大家想說 哇 夭壽 會不會再破前提227 不過我給大家的觀念 這個台積電就是這樣子 它高檔 比如說漲一波了 高檔出力多你都要小心 但是跌回來低檔有利空 反而你不用太擔心 這是大型股 特別是台積電的操作邏輯 那當然 其實你如果說 光看籌碼其實到昨天 外資還在賣 賣了4天 沒想到今天這麼強 漲了8.5% 漲了有差不多3% 相當的強 好 我們再往下看 另外一個也是5G裡面的 這個非常重要關鍵的零組件 就是PA 功率放大器 其實這一波來說 你看4月的時候 穩帽還在240 這一波殺下來 150 差一點腰斬 對 差一點 你看跌掉了大概快100塊 其實你用這個比例去換算的話 大概也跌了快4成 一個月的時間跌了快4成 真的摔得 鼻氣連腫摔得非常的重 不過最近這兩天 外資有開始買 投信也開始低檔回補 那當然5G未來的發展性 PA這個零組件也相當重要 不過現在這個位置上 剛好是點到了之前 一個大量的集結區 是 對 那大量區其實就是之前 如果大量區在上面 就是代表短線商 這裡會有一點壓力 為了要化解前面 這個套牢的賣壓 所以可能會在這附近 200塊這附近 稍微震盪一下 那當然我們從今天 盤面上來看的話 既然這一次走的是貿易戰 貿易戰演變成科技戰 那科技股呢 其實我們剛剛看到 很多個股這一波 可能跌兩成 跌三成 跌四成 腰斬的都有 之前是這個沙盤的重心 對 5月其實電子股 很多其實都跌得非常重 大家避之唯恐不及 可是今天在這個氣氛恍而的情況之下 電子股撿到槍 對 最近政壇上很容易流行撿到槍 那不管是藍或綠的 撿到槍是要幹嘛 趕快要藉題材來做一個發揮 所以今天電子股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是這個十九大分類 你可以發現今天光電這個族群 漲了4% 半導體漲了3% 那光電裡面其實今天呢 就兩檔指標股 一個是光學的大力光 一個是浴金光 今天也都大漲 那再來第二個就是半導體 那半導體裡面重中之重 除了我們剛剛提到的台積電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塊 就是IC設計 對 那IC設計來看的話 我今天有幫他整理一張表 因為其實黨牌說 因為這個到底中國跟美國 他們要怎麼談 坦白說這個是訊息瞬息萬變 所以才剛剛大K開場的時候講 幸福可能來得太突然 但是也可能常常走得讓人措手不及 所以搶短的過程裡面 如果說在會談之前或會談結束之前 投資朋友想要針對這個短線上的 這個所謂紓緩 兩方的這個爭議紓緩 有一個搶短的話 我覺得先從籌碼看 因為你研究基本面 可能營收到下個月10號公佈 會都開完了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是用什麼幫大家排 千張大戶先行卡位 對對對 沒錯 那我今天就簡單舉 這個三檔個股來給大家看一下 第一檔是這個原相 原相 原相的話呢 你可以發現 其實這兩週 千張大戶的持股是增加的 不過原相這邊呢 技術面上有稍微有一點點 算是瑕疵啦 怎麼說 這邊6月5號這一天很關鍵 爆大量的黑K 這一天的成交量有2.5萬張 而且我印象當中 原相這一天呢 它盤中有殺到跌停板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帶量的實體黑K 那代表其實它結構上稍微 有點被破壞掉 如果今天這個黑K 量可能譬如說是縮的 或量不要放這麼大的話 可能其實它的骨架的這個形態 比較不會這麼弱 所以你覺得那個殺傷力還是蠻大的 對 有點殺傷力 所以最好的化解 現在回到黑K棒的高點 對 但是實際上這一天的量很大 那其實坦白說 從哪裡跌倒 從哪裡爬起來 既然你是大量殺黑K 那我簡單要化解它 就是我用同樣的大量 或許不用到2.5萬張 但是我認為最少需要2萬張 最少要2萬張 對 把這個實體的黑K的賣壓給化解掉 這樣才算有效的突破 如果這樣子的話才有機會來挑戰 如果量還沒有放大之前 我認為它可能還是會區間 整理一段時間 這是原項 再來我們看下一檔 是今天在IC設計裡面 其實說可以說是最強的 就是這個威盛 威盛的話其實今天開盤 它是跳空漲停的 對 突然莫名其妙 到底關威盛什麼事情 對啊 也沒有什麼看到 報紙有什麼利多效 可是今天就是電子骨剪刀槍 IC設計資金回籠 突然它開盤就漲停 那當然今天為什麼漲停 最後沒有鎖住 很簡單 大家看這一條線 又是大量集結區 對 量價累積區的最多的地方 它上次在3月到4月 大概這一個多月的時間 就在這個38到40這個中間 橫盤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那當然這邊一買一賣 一買一賣都是它的成交價 那成交價最大的區就是 如果說大量區在上面 就是什麼 短線的一個套牢的壓力 所以為什麼今天漲停鎖不住 開上來馬上有人想解套 對 我套一個多月 今天剛好差不多 沒錢沒料 還是小賺個便當錢快來走 所以今天跌停鎖不住 也是有它的這個原因在 那當然最好的方式 就是讓它橫盤整理個幾天 那以大量的方式來突破 前面這一個半月的 這個上檔比較套牢的賣壓 好 那再來我們看下一檔是這個智原 智原的話它的技術面的型態 也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它之前也是一樣 從52跌到40 其實波段大概跌了12塊 那12塊來說的話 大概跌了2、30% 那最近其實還蠻特別的 你可以發現連兩週 大戶 千張大戶都在增持 那整個價量的結構來說的話 其實當天有帶出一個量 然後拉回整理的5天 今天量又開始慢慢有起來 可是它今天又回到這個量價累積區的 目前還算壓力區 對 所以重點來 我要教大家一個重點 像我們剛剛看這個威盛好了 通常第一次碰到不會第一次過 所以為什麼上次智原在這一根的時候 會突然就漲那天 然後就沒量拉回 第一次碰到壓力區 對 就像我們常常講的 有1就有2 大概通常第二次來攻 機率就比較大 我舉個例子 我們直接給我3037 K線好了 K線拉過來 你看一下 有沒有很類似 爆量 對 然後碰到這個 前面的壓力區 季線 對 然後碰到拉回1、2、3、4、5 然後補量之後今天拉漲停 當然它今天提前面比較強沒有錯 那你再對照過來看 也是一樣 前一次拉出量 然後呢 黑K量說個5天之後 開始補量就會上去 所以其實大家在看技術面的時候 看到大量區不用擔心 不一定說會馬上被壓下來 但是重點就是 如果它是第一次可能會先拉回 第二次第三次補量攻的時候 成功性後面機會就比較大一點 好 非常謝謝幸福哥 從這個華為 可能未來 我們說未來有可能 有些被解禁的相關 有機會受惠的族群 讓大家做一個參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